七仙与师傅 这日仙气十足 延伸医美中心的开幕活动 说到Keep Fit扮靚 七师傅说 因为试过越减越肥 所以他现在 都是采取躺平的政策 不食人间烟火的七师傅 已经什么都有 对很多东西 都没有太多要求 想不到 说起保琪和谷子乔的飞鸿 他就有这样的反应 保琪跟我说 他说他最喜欢我 我和保琪之前拍过电视 拍过电视 他说他想找就是我这一类的 要风趣 要有钱 要 人要好 心底要善良 你觉得他和胡思琪 合不合不合 跟我合 跟我合 因为我和保琪 两个是很合的 拍节目要合 什么都合 你觉得两个没有发展 胡思乔和我 有没有算过胡思乔和谷子 没估计 没估计 应该都是新闻的 因为以保琪的性格 他现在很喜欢跑步 他很喜欢健身跑步 他应该 他已经找到他的出路了 当一个男人找了他的出路 他就不需要女人了 男人想女人的时候 真的 想不到出路很闷 在家里 闪到门 就胡思乱想了 当他打开门 跑步的时候 真的没时间想女人了 所以我猜 他应该都是 都是新闻炒作的 其实七师傅最近应该都没什么时间 留意娱乐圈的 是非新闻了 事关他忙于拍摄开TV的节目 最近在看开TV的电视 开运秘曲 然后还有另一个节目 就是见招茶招 他因为那个节目收视得很好 所以他就是不停地拍 昨天刚刚帮他拍完 见招茶招 然后还有开运秘曲 都忙吗 很忙 然后还有新年很多商场的互动 广州全部都附在了